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做所谓的打包的动作 来我们看这边 你A的档案 假设你已经做好了 请从这里 档案里面有一个储存 好那么我在这边 我就把它存到桌面上好了 把它存到桌面上 那我给它一个今天的日期 OK 存好了之后各位 我们先看一下 你看我在这边就有一个 这个 可是你应该知道一件事情 你看我选到那华怪 你的档案有可能只有216K吗 不可能 因为专案档里面只是文字档 记录你的档案来自哪一个资料夹 它并没有包含这些素材 所以我们不能只教这个 只教这个我打开的时候 就是会素材医师 这样了解 那怎么打包 我们来看这边 你要从这里 你存档完之后 请从File 有没有一个叫Dependence 独立的收集档案 有没有 ProtectFile 请它帮你把档案收集起来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才可以把你有用到的这些图档收起来 那么预设的话 它会选择 也就是说它会把你不管有用到没用到的素材 通通都收起来 通通都收起来 那当然这样是可以 那未来如果你真的就是要比较精准一点 我已经有些东西没有用到的 你就帮我排除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 你看 我如果在这里先告他 我先选了这一个 你看 我是先选了这个Completion 最后待我出去的时候 我可以选择 我出去的时候 只有我选到的这个 你看这边 有没有发现这里可以 SeletedCompletion 就是我选到那个我才要而已 然后呢 就可以按下收集 Coleted 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一下 它问你的是什么 请问 我要收集到哪一个folder叫资料夹 不是档案名称 所以通常我在这里会建一个资料夹给他 比如说今天是1018 那我第一个 这样子 待会他就把档案放在这个里面 这样了解吗 好那你看 选择好 好开始帮我们打包进去了 你看 打包完了 有没有自动帮我把这个打开 这个叫假是不是打开的 在这边 里面有这个档案 当我打开之后 它会有一个专案档 然后呢 你看到这边 有一个footage 就是他把所有素材 我刚刚是不是用到这个 还有一个以拉锤的档案 有没有包起来了 通通包在这边 所以你看我给你的也是长这样子 就是有专案档 有素材 然后呢 他还会给你一个文字档 报告 他来告诉你 我这个档案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 那他本来放在哪里 我又搜集了哪些档案进来 这样有没有看得很清楚 好所以 我们交作业的时候 就是请你把这个资料夹压缩一下 这样没有了解 你可以变成 RAR可以用VIP都没有关系 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会收到你完整档案 当然你透过这个机制 所产生的档案 也可以把它拿到其他来电脑使用 如果今天你像我刚刚一样 只在桌面上 只有这个档案的话 很抱歉 只有你们家可以开 别人家都不能开 这样了解 这个一定要注意 这样会不会打包专案档了 可以吗 这个部分一定要会哦 你不会的话 真的以后你的档案就只在此三中 你都不能搬家 好不好